南下历史上能征善将的皇帝不在少数,但御驾亲征过的却不多。 发生战事时,天子御驾亲征,以万圣之尊,遇百万之师,是一件何等鼓舞军心的大事。 我们熟悉的皇帝中,天侧上将李世民,亲征高沟黎,永乐大帝纠敌武征诺北,清圣祖玄业,三征格尔丹。 系属我国历史上的408帝中,御驾亲征过的皇帝也没有超过30个,大一统王朝的更是少之又少。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历代大义统王朝中,御驾亲征过的皇帝,以及他们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。 秦朝武功滔天,成就斐然,统六国,鸡匈奴,争百岳,但即便史皇帝曾五次外出巡游,却从未御驾亲征过。 汉朝也是一个武德充沛的朝代,武帝时期,东定朝鲜,西营西域,南平两越,北伐匈奴,建立了空前辽阔的疆域,奠定了中华的疆域版图。 但纵观汉室两朝,真正御驾亲征过的皇帝,也只有刘邦和刘秀两位开国皇帝而已。 汉文帝刘衡,面对匈奴来犯,曾经也想过御驾亲征,但却被大臣们拦住,毕竟天子打仗不是儿戏,关乎国家生死存亡。 而一生都在打仗的汉武帝,则是把打仗的事通通交给帝国双臂,魏亲和获去兵,以及其他将领,自己从未率军亲征,毕竟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天才的少年将军,哪怕自己是英明神武的汉武帝,到战场上恐怕也只会成为他们的累赘。 而彻底抹除匈奴,创造西汉国力巅峰的汉宣帝刘并仪,更是自始至终坐镇长安,运筹帷幄于大后方。 刘邦登基之后,打过最著名的一仗,就是白灯之伟。 他因亲敌冒进,率领先头部队进入了匈奴缠于大军的包围,被困七天七夜,最终贿赂和谈才得以解围。 从此开始了汉朝和亲匈奴为所发育的进程。 一生都在征战的刘邦,似乎御驾亲征的战绩并不好。 但这并不是他唯一的战绩。 因为除此之外,刘邦在登基后,也亲自打过几场胜仗。 西汉建立之后,异姓诸侯王几次造反,都是刘邦御驾亲征解决的。 其中,因不造反的那一次,刘邦由于年老多病,并不想亲自出战,而是想让太子刘盈率军出征。 可是,那时刘盈只有15岁,且性格柔弱,从来没有率领过军队。 刘邦无奈,于是躺在马车上,带病亲征,解决了因不的问题。 但在打完仗回来之后,病情加重。 于第二年定逝,可以说,汉高祖刘邦,一生都在为大汉江山操劳。 汉官武帝刘秀的经典战役有很多,例如天降陨石的昆杨之战,历来就被人们津津乐道。 不过这些战役,大多发生在他登基之前。 公元25年,刘秀在号称登基后,依然沿用汉的国号,始称东汉,随即打响统一全国的战役。 他采用游近极远,各个击破的方针,先后扫平关中,收取关东,平复隆西,攻略川鼠,继而一统伐下。 在这些战争之中,刘秀大多是派遣手下将领出战,他则坐镇后方,经营部署。 但到了与赤梅军决议死战的时候,刘秀率领六军,亲临前线,对阵对方的十几万大军。 可此时的赤梅军已经人困马乏,又粮草短缺,面对御驾亲征的刘秀,实在无心力再战, 所以向刘秀投降,并献上了传国玉玺和耕屎帝的宝剑。 此战之后,刘秀一统江山的趋势势不可挡,汉朝国作又得以再延续两百多年。 随朝也是一个结束三百多年乱世的伟大王朝。 但随朝二世而亡,成为继秦朝之后又一个短命王朝,这与天子的御驾亲征有着莫大的关系。 随朝建立以后,随文帝历经图治,开创开皇盛世,而随后继位的杨广,却是一个浩大喜功,虚荣心极强的皇帝。 他开科举,烹运河,迎东都,迁洛阳,确实建立了不适之功,但他也在自己的浩大喜功之中沉沦。 他认为皇帝御驾亲征,就与边境巡游类似,是向外祖展示国力的好机会,于是他没有放过这样一个展示自己雄才大略的舞台。 亲征土玉魂,勉强以惨胜收尾。 三征高沟离,前后动员几百万军队,而从未征服高原,劳而无功,国内大乱,群雄割据,一军风起,随朝不久后便灭亡。 可以说,杨广三征高沟离,是随朝快速灭亡,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。 唐宋时期,唐和宋比起来,唐朝武德充沛,而宋朝迎弱。 然而,唐朝的皇帝,基本是坐镇后方,真正御驾亲征过的,为李世宁一人而已。 而宋朝的皇帝,赵匡胤,赵光义都御驾亲征过,就连宋真宗赵衡,也被臣子逼着上了战场,打了一场贫举。 李世宁,是唐朝开国的第一功臣,唐朝的半壁江山,都是李世宁打下来的。 然而,这些都是在李世宁还是秦王的时候,便已经完成的,他登基之后,就只亲征过一次。 公元642年,李世宁亲率大军,出征让隋阳帝阳广吃瘪的高沟黎,连下石城,杀敌5万,俘虏7万。 不过,由于战略失误,军中缺粮。 再加上天气寒冻,对安氏久攻不下,被迫退军。 李世宁这一仗,结局很难平,似乎赢了,但又没完全赢,所以只能算个平局。 不过,多年之后,李世宁的儿子李治灭亡了高沟黎,拔掉了这个让几朝皇帝都坐立不安的眼中钉。 宋朝能结束五代十国这样的大乱事,开国皇帝赵匡胤自然是打仗的一把好手。 黄袍加身之后的赵匡胤,在统一天下的进城中,亲自率兵征讨北汉太元。 在皇帝亲征的加持下,宋军很快便打到太元城下,围城日久,并且祭出了水攻之策,太元城已经摇摇欲坠。 但因军中瘟疫,且契丹来源,最终还是未能攻下太元,草草撤走大军。 而让赵匡胤三次征讨不下的太元城,终于在弟弟赵光义亲征下破城。 同时,宋军击退了辽国援兵,灭亡北汉,结束了自唐末皇朝之乱以来,近九十年藩镇割据的混战局面, 再次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。 宋真宗赵衡在位期间的宋朝,在太祖赵光义,太宗赵光义的治理下,政局已经相对稳定, 但宋朝在北方有个极大的隐患,就是契丹人建立的辽国。 由于宋太祖和宋太宗都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,没有长城作为抵御外敌的屏障, 所以宋朝实际上时刻受到辽国的威胁。 公元1004年,辽国萧太后带着儿子辽胜宗耶律龙旭,亲率军队再次南下入侵宋朝。 很快瀕临蝉州城下,朝中很多大臣主张向南迁都,重新集结军队再反击辽国, 但是宰相扣准却反对迁都,而是极力主张宋真宗御驾亲征,以鼓舞士气。 宋真宗经过前思后想,决定北上督战,镇守蝉州的宋军顿时士气大震,逐渐反败为胜,并远国元气大伤。 此时战局对宋朝是有利的,如果宋朝继续乘胜追击,把辽国赶回北方, 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有可能。 但是,宋真宗的软弱本性左右了他,他不忍心送辽两国继续这场无休止的战争, 决定跟辽国一合,这就是著名的缠缘之盟。 明朝迁都北京后,定下了天子守国门的传统, 所以,大明皇帝御驾亲征的故事,大家都耳熟能详。 作为去除达鲁,恢复中华,建立大明,北伐唯一成功案例的缔造者, 朱元璋的军事能力是毋庸置疑的,纵观历史也没有几人能出其右。 朱元璋登基后虽然也多次征讨墨北,但都是自己坐镇后方,派将领统领大军征伐。 而明成组朱定武征墨北,历来让人热血沸腾,前两次的战果显著, 让自己成为了封狼居须的唯一帝王,这恐怕也是天子御驾亲征的最高成就。 后三次基本上等同于大型军事旅游,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战果。 不过也成功震慑住了蒙古各部,保明朝边境十一年太平。 而到了朱定好胜孙明宣宗即位时,也进行了两次御驾亲征, 一次是叔叔朱高旭造反,他亲临城下,并不训任地解决了这件事。 还有一次是在寻编途中,恰逢外敌范滇,朱战基亲率经其三千出击,大胜而归, 他本人也在战场上亲手杀死了三个敌人。 而朱战基的儿子大明战神朱祁镇,把天子亲征当成儿戏, 为土开心,率五十万大军亲征蒙古,在土木宝一战中惨遭偷袭,兵败被俘, 荡送了祖辈几代人积攒的神后家底,也让大明远迈汉堂的志向,成为炮影。 而明武宗朱后赵虽然也把亲征当成儿戏,但却颇具军事才能, 他打仗时给自己重新取了一个名字,叫大将军诸兽。 在蒙古小王子来范边的时候,御驾亲征,大战几天几夜之后, 击退了敌军,明朝的边境也得以安稳了一段时间。 清朝也有两位皇帝御驾亲征过,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后,继续御驾亲征, 占领了明朝关外除尼远外的全部城镇,即便终其一生,也没有进入山海关, 但也为后来亲征入关奠定了基础。 清圣主玄业三征格尔丹,将卡尔卡蒙古并入清朝版图, 并为乾隆最终平定准达尔奠定了基础。